奉读经文 约翰一书三章四节 反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今天通过影像准备了主人牧师的约翰一书 讲解第十九篇正道 亲爱的各位圣徒 全世界及全国支教会的圣徒们 支圣殿的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网络同餐礼拜的所有圣徒们 基线殿是观众朋友们 今天接着上一讲见证神的公义 今天的主题经文 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正如这段经文所讲 凡犯罪的及违背律法的 必然照着公义受到审判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神的话语 绝对没有免除审判这段事情 当然人即使犯了罪 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悔改 就能罪得赦免 然而有的情况则是例外 就是自己觉得已经悔改了 但在神看来 却没有做到真正的悔改 神所接受的悔改 应当是发自内心的悔改 而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的悔改 发自内心的悔改是从最终回转 例如神说去东边 那就应该去东边 然而我却向西走 于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 并且悔改 父神让我去东边 可我去了西边 现在我要转回去东边 就这样做了祷告 然后仍然站在原地 或继续向西边走的话 这就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的悔改 神不接受这样的悔改 为什么 因为现在没有悔转 没有从心里悔转 所以要发自内心的悔改 应当以痛悔的心灵 承认自己的罪 其后还要远离纳罪 就像看果子就能分辨 是好数还是坏数一样 若要被神认定为真正 做到发自内心的悔改 那么必须要在生活中 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来 因此经常可以看到 有的人犯罪之后 虽然悔改了 但直到全然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 常常经受熬炼 发自内心的悔改 现在还没有表现在行为上 虽然做了悔改 但是直到全然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 常常经受熬炼 而且若要做到真正的悔改 必须要领受神所赐的悔改的灵 但有的重罪 却使人无法领受悔改的灵 这样的人无论怎样努力悔改 也做不到发自内心的悔改 从而无法得到饶恕 难以摆脱灾殃 然而神的审判 虽是照着公义而施行的 但审判的程度会因人而异 有的人犯了罪 就立刻受到管教 有的人则安然无恙 经过一定岁月之后才受到管教 各位 如果违背了公义 即犯罪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如果违背了律法 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按着公义一定会受到审判 所犯的罪小 受到的审判也小 审判是一定要受的 但是相对要小 因此很多情况自己也不能礼物 不会想到 因为这件小事 我受这样的管教 总之 对于所犯的小罪 自己没有领悟 即便违背小的律法 也会受管教 只是往往自己也不能领悟而已 但只要在凡事上 承认自己的罪 努力领悟 那么即使遭遇再小的管教 也能明白原来因为这件事 我没有蒙保守 我们要这样领悟 只有这样 当自己完全时 所以一切也会变得完美 到那时按照公义 就不会受管教 有的情况 当下没发生任何事 过了一定岁月后受到管教 或者是犯罪的当事人 临到灾殃 或者是 其儿女或后代子孙 临到灾殃 灾殃也会临到子女身上 为什么 神就是爱 假设父亲犯了罪 受了管教 那么父亲无法出去工作 一家人全靠父亲养家糊口 可是父亲无法出去工作 所以神管教他的孩子 如果父亲不爱子女 那么子女不会受管教 因为管教也无济于事 如果是所爱的儿子受了管教 那么父亲因为害怕 快速省察自己的过错并悔改 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子女 子女本应该受管教而痛苦 然而好像没那么痛苦 反而笑着玩着 都有这种情况发生 子女因父母而受管教的情况 神使其子女受轻微的痛苦 还有的人犯了大罪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灾殃临到 反而安然度日 明明犯了至于死的罪 却没有灾殃临到 犯了两次三次 甚至更多 仍然没有灾殃临到 然而他们终将遭受 更大的刑罚 及地狱的刑罚 这是大刑罚 遭受下地狱的刑罚 为什么 因为结局是地狱 如果遭遇了灾殃临到 犯了至于死的情欲的事而遭遇了灾殃 或者经受大恶恋 那么无论如何 也要做悔改 再又做进食 这样一来 罪就会相对减轻一些 极致可得饶恕的程度 但是没有临到灾殃 任何痛苦或灾殃也没有临到 所以不会做出刻骨铭心的悔改 最不得赦免 最终落得下地狱的结果 这是最悲惨的情况 各位 有担心忧虑的事吗 只要不做担心忧虑的事就可以了 以后不做就不用忧虑了 反而应该幸福 听了道以后可以重新查验自己 立定心智不再犯罪 这样一来 反而应该喜乐感恩 甚至直到临终 也不受任何管教 就连悔改的机会都得不着 因此不受管教的人 才是更可怜而可悲的人 这不是指着不信的世人而言 而是指那些自称信主的人而言 由于神向他们掩面这样的人 犯了罪也没有任何管教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然而我们在教会里会常碰到这种例子 他们既犯了重罪 又没有做出发自内心的悔改 却也没有见他们遭受什么大的管教 当然可能也做了悔改 还流了几滴泪 仅仅是这种程度而已 而不是可得饶恕的悔改 发自内心的认罪悔改 在我幕会的过程中 看到过有几个人犯了与其类似的罪 做出发自内心的悔改之后 还继续受到极大的熬炼的人 如果是神所喜爱的人 即使做出发自内心的悔改之后 还继续受熬炼 也受管教 如大卫一样 大卫爱神 也是神所爱的儿子 但是当大卫犯罪时 日后也受到管教 偿还罪嫁 遭遇了非常大的熬炼 这才是正常的 其中还有的人 虽在重病和患难中彻底悔改 并蒙饶恕 但身上的疾病却未能得到医治 最终被神接走 然而我发现 有些人犯了这样的罪 却不受任何管教 于是我求问神 其缘由是什么 难道是因为祖辈积累善行 而蒙神特殊连续的缘故吗 他们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不受管教 我对这些甚感纳闷 我产生这种疑问 并非由于希望他们受管教受苦 那么一个人在神面前犯了罪 却不受管教 这意味着什么呢 西伯来书十二章八节说 管教原是众子所供受的 只要是犯了罪 就会受管教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私子即不是神的儿子 女儿 那是什么 仇敌魔鬼的儿子女儿 因为一直做了 仇敌魔鬼的奴仆 所以神不承认是神的儿子女儿 所以说就是私子不是儿子 凡是信神的人 虽然都称神为父 但不都是儿子 不都是神的子女 其中有一部分是儿子女儿 所以说管教原是众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不是儿子神不管教 如果此人不受管教 是由于他行了某种善事 或因内心良善而蒙了连续 那么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 但如果他因罪强还没有拆毁 惹神震怒 被神当作私子 这岂不是件很可怕的事吗 身为牧者 我比他们本人更加为之战惊恐惧 于是很想知道其缘由 知道缘由对以后的幕会工作有帮助 知道缘由才能正确教导圣徒 准确了解才能正确教导 不能因为不知道就复原了事 我之所以要分析弄清楚 是因为父神就是这么教导我的 只有准确地知道 正确地分析才能教导大家 而不是我推测出来的 如果神真是向他掩面 那我也必须想方设法使他悔改 搭救他脱离死亡 有的情况神真的向他掩面 我也不能放弃他 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的羊 要一同前行的羊 不能放弃他 唯有不放弃 被他祷告到底 因此我迫切地想知道 神在他们身上会应用怎样的公义 对此神给我解释说 他们不受管教 并不是因为他们积累了很多善行 如果以前积累了很多善行 那么即使犯了罪 所受的管教也是倾倒 或者干脆不受管教 因为积累了很多善行 亚哈斯就是如此 尽管寿命将见 却因为之前积累了很多善行 尽心尽意侍奉神 所以向神壮胆祈求 我这样这样服侍你 求你延长我的寿命 饶恕我 神应允了他的祈求 也不是因祖辈做了很多善事 反而是因其祖辈作孽甚多 他本人与生俱来的内心 也并不良善的缘故 这样的人犯了罪 神也不管教他 是因为就算对他们施以管教 也是起不到任何功效的 就算神施以管教 也没有任何作用 如果他们可以通过 经历事故或疾病 诚然省察自己的过犯 并悔改归正 那么神也一定会给他们 蒙恩的机会 但他们压根就没有具备 这种能够悔改归正的心智 如以前所提到的 那些对罪没有羞耻感 没有负罪意识的人 不受特别的管教 也是属于这个范畴 犯了至于死的罪 连累对方也深受其害 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却没有丝毫的羞耻感 出于感到羞耻 理应抬不起头 抬不起脸 不敢与人说话 然而一点羞耻心也没有 对待这样的人 神没有特别施以管教 凡事属于这一范畴的人 还有一个人 犯了严重的情欲的事之后 做了悔改 但只是形式上的 后来他因勤出席教会 以至成为教会带头的工人 身负使命 他过着无病无灾的生活 并且努力担当使命 但在我看来 他的悔改不是真诚的悔改 如果做出真诚的悔改 一定会降悲自己 努力尽灵 不再做欺骗人的事 没有再次犯罪的欲望 但他不是如此 所以不是真诚的悔改 他的悔改既不是那种 私心裂肺的痛悔认罪 在之后的生活中 也没有远离罪 结出圣洁之果 也没有诚然回报 对自己施安连续的神 其实这人以前也有过 因着犯罪到了死亡的边缘 却因蒙神恩典而得以生还的经历 当他承认自己的罪 接受我的祷告时 神使他戏剧性的生还 一般因蒙神恩而死里生还的人 往往对赐予自己新生命的神 一辈子抱着感恩之心 其力回报 我们教会的圣徒中 到了死亡的边缘 通悔认罪 接受祷告后得意志的人 极力回报神恩 常常感恩 回报恩典 努力向善 爱人如己 在神家尽忠 努力遵守神道而活 以此回报神恩 我因父神的恩典 获得了新生 他们所到之处 做这样的见证 不停地将荣耀 归给全能的神 把自己蒙恩 复生的日子 视为比自己熟肉的生日 更为宝贵 每年到我面前 向我表示感谢 即使我不记得了 可他们一如既往地 过来问好 已经多少年了 我在死亡边缘 接受牧者的祷告生还 已经多少年了 以及是什么时候 所以我才想起来 不单我们的圣徒报恩 海外也是如此 海外许多国家的圣徒 也一直报恩 并且尽忠结成 担当自己的使命 然而我说的这个人 却没有这种表现 在他身上 看不到那种 对所蒙之恩念念不忘 感恩的告白 不绝于口 是常给圣徒做见证 贵荣耀与神道 蒙恩之人当有的表现 他也不为父的全能做见证 当然我说的不只是 这一个人 有好几个这样的人 忘记恩典 甚至不记得 自己何时度过生命危机 也不做见证 没看到他对 被他祷告的我表示感谢 也没有看到他 在真理里面 心意更新而变化 或努力为神的国 效力的表现 只是形式上尽忠 不是发自内心的尽忠 过去所经历的神 几乎已从他的记忆中 抹去静静 所以我也忘记了 但在父神 但现在是父神 使我想起来 确实是那样 在我的记忆中也消除了 尽管我忘记了 但是通过话语 父神使我想起来 那时候原来还发生过那样的事 反而犯了更大的罪 也不彻底悔改 只在表面上装作悔改 他表面上看似忠于使命 给自己所管理的 羊群见证天国和牧者的全能 但这些教导 都不是发自他的诚心 祷告聚会也是常参加 但他并非发自内心的 为神的国和神的义 而呼求祷告 只是做给别人看 因为他认为 必须做好场面上的事 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身份 得众人的认可 但他的行事为人 只是行事上的 教导也只不过是 知识层面上的 这些都不过是 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 和体面的一种 快捷手段而已 所以他本人 总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 将自己恶念恶行正当化 用假扇去包装自己 从而无法发现自己的心 我这样提醒不知道 他能发现多少 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 所以不能发现自己 说明他的良心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他以笑容面对圣徒们 假装显出充满恩典的样子 并且自以为行得很好 像这样良心经久变得刚硬麻木 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样 因此他们无论得任何疾病 遭遇任何事故 也无法做出真实的悔改 当然他们会因身体上的痛苦 难以忍受 并且感到恐惧 而暂且有悔改的表现 但无法做到那种彻底回转 改变一心的真正的悔改 神的旨意是要救人 不是杀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希望他真的发自内心 任罪痛悔 然后按照公义医治他救活他 那么如果我把他叫来提醒他说 神如何如何说 你若想得救必须要悔改 结果会如何呢 因为他曾通过听到认识真理 所以在口头上会说阿门 甚至会说我醒悟了 我定会回转的 并在我面前流泪 但他的悔改仍不是由衷的悔改 没过多久他又将恢复 原来那种不会感恩的 麻木不忍的心态 我只求自己益处的生活 如果他受神的管教 得了疾病 遭受事故 那么会因此而耗费 我很大的精力 如果我认识的人生病 因为犯了罪而生病的情况 我心怀他直到痊愈为止 这样的人如果是一个两个 或者好几个 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他若前来请我为他祷告 那么我就得为了拯救他 而费尽心力 心理 哀痛 如果带头的工人处于这种状况 就会对圣徒们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神只好对他默然观之 亲爱的圣徒们 神就是爱 耶稣爱加略人 犹大爱到底 尽量要多给他一次机会 即使是多疑的多玛 耶稣也吉利给他显现可信的凭据 有的人会像多玛那样 更新改变自己 以至于殉道 有的人则会像犹大一样终究灭亡 但神不拘任何人 都会失语连续 对他恒久忍耐 他不折断压伤的芦苇 不吹灭疆残的灯火 例如加略人 犹大背叛之前 耶稣就提醒过他 其他门徒不知道 即使耶稣说了 其他门徒也不知道 不知道这话是对谁说的 但当事人知道 当事人偷了银钱 所以知道耶稣 耶稣说的是自己 但是犹大没有悔改 尽管耶稣这么明显地提醒了 耶稣告诉他 就是你 你不生在世上道好 犹大也不悔改 反而出卖耶稣 为了钱出卖自己的夫子 金钱的私欲就是这么可怕 你有偷钱的私欲和私心 即使告诉他 你将下地狱 不但不悔改 反而为了金钱 出卖自己的夫子 所以说私欲私心是可怕的 因此说下地狱 如果不离弃的话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恶总是怀胎 罪和私欲 总是怀胎 骄傲也是如此 如果不离弃 骄傲也会越来越大 自己却不自知 所以一定要彻底离弃掉 心里面的私欲私欲 不能让他成长 尽管神继续赐他机会 但他却越发沉沦 每况愈下 当我看到他的目光 越发被世界所吸引 追求熟肉的事 越陷越深的时候 我的心里不知多么焦急 但他唯独有一样 蒙神连续的原因 那就是他有一颗 愿意留在 这与神同在之祭坛的心智 他不离开 因为知道 这是与神同在的祭坛 所以愿意留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出于 爱慕神施予这祭坛的 某种恩典 或者努力改变的愿望 只是出于要持守现在 自己所得享之一切的欲望 以及害怕自己脱离这恩典的范围 会遭害 如此良心麻木 难以醒悟自己罪的人 不只是他一个人 不单是我说的这个人 这种类型的人 世上有很多 在教会里也并不少见 幸亏他们还未离开教会 坚持停留在这恩典的范围 所以神还会多给他一个机会 所以神又忍耐 并给他回转的机会 之所以在坛上讲 就是给他们机会 不只是说说 也为了防止有人做出 像他一样的事 也是给这样的人机会 无论如何也要使他们 努力悔改认罪痛悔 将麻木不忍的良心更新成 善美的良心 没有爱就填满爱 这就是神的旨意 而不是弃掉他们 如果给的机会再多 如果他不把握 也是无济于事的 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选择救恩天国 还是选择地狱 都取决于自己 从前神针对几个为首的 主仆人和工人 说他们要下地狱 我为此一连数个月 抱着哀痛的心向神恳求 结果神再次给了他们机会 借此许多人认真悔改 并说出信心的告白 和感恩的告白 我现在心里充满 新路撒冷的盼望 重新得力奋力奔跑 我深深感谢牧者 所以流泪为牧者尽时祷告 他们纷纷告白这样的话语 但后来我发现 其中很多人又改变初衷 重蹈覆辙 我实在不能理解 遇到生命的祭坛 亲眼目睹并体验了神的做工 怎么能改变初衷走向地狱呢 这真的不能理解 换作是我 1%也不敢想象 明摆着就是下地狱 而且这是神的话语 即使不是神的话语 单看所有情况的发展也可以确定 何况这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绝对的 即使这样仍转去做下地狱的事 所以我不能理解 换作我 那样的心思是无法想象的 连1%也不可能有 相信大部分人也都是这样的 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没有更新自己的内心 从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忘乎恩典 误合自己的利益心态就改变了 尽管我其力为他们向神恳求 想方设法点醒他们 甚至责备他们 他们却仍旧不更新自己的心意 执意走向灭亡之路 然而对这些丧失悔改能力的人 神不会永远置之不顾 勿余以管教 若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强辨得更大 其暴影就会以各种形态呈现出来 他们或许会完全与神隔绝 被撒旦所捆绑 或者陷入无法自拔的悲惨境地 扫罗王曾因与神为敌 不肯回转 以致赴了恶魔 身受搅扰 此时爱神的大卫弹琴 为扫罗驱魔 扫罗便立刻得到释放 感到舒畅爽快 然而据圣经记载 后来恶魔再次降在扫罗身上时 扫罗就开始胡言乱语 大卫照常弹琴 却是无济于事 开始的时候 撒旦也害怕而离开 后来扫罗越来越饿 犯更多罪 变得更饿 就算大卫弹琴 撒旦也不退去 扫罗甚至大大发怒 扫枪要刺杀大卫 扫罗因不肯悔改 便越陷越深 被黑暗势力捆绑得越发牢固 以致落到了 听了带有权柄的赞美 也不奏效的地步 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也因被黑暗势力所捆绑 忍不住自己心里的苦痛 最终到了自杀的地步 这样的人 即使继续度过无病无灾的日子 但最终必然面对神的审判 届时将为时已晚 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 因此若在机会尚存的时候 如果因遭遇灾殃而得以悔改 那么对他来说 这也是一种福气 应当为之庆幸和感恩 当一个人处在这种 丧失领悟能力 心里麻木不仁 而无法悔改的地步时 神若不再对他施予怜悯 审判就会立刻临到他的身上 从前有个年轻人 因为犯了重罪 遭遇事故而丧命 他虽懂得真理 却无视真理 继续行恶 以致心灵变得麻木不仁 到了即使再给他悔改的机会 也无法悔改的地步 这个青年也是跟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人一样 坚持不离开这个祭坛 神也可以对他不予以特别的管教而放任不理 但神仍将他交给死亡 是为了使众人以他为鉴 重新振作 抓住悔改的机会 重蒙神的恩典 像他那样追随肉体的情欲 犯罪作恶的人 看到犯罪之人的下场时 得以恍然大悟 惊醒自首 而且那个青年的家人 都是时常祷告 为主忠心 信仰虔诚的人 神就赐他们恩典 使他们能够胜过 失去儿子的悲痛 持守信心 他的父母也得以借此事件 发现自己的缺欠 灵力近身 得到很多启发和益处 借此事件 许多犯罪的人 得以从噩梦中警醒 脱离罪恶 因此当他的父母 凭着信心胜过上 丧子之痛时 也能得到与其相衬的奖赏 各位圣徒们 父母若殷勤祷告 忠心侍奉 神会给其儿女恩上加恩 即使是现在罪孽中的儿女 神也会多给他悔改的机会 父母悔改禁令吧 父母禁令的话 离家出走的儿女 如不良少年一样的儿女 也会更新改变 离家出走的儿女 会归家庭 不良少年一样的子女 更新改变 为什么 爸爸妈妈禁令之后 成为蒙神喜悦的人 第一爱神的人 所以神也爱他们 就是禁令的父母 父母为儿女忧朝 为了使父母的心理安宁 神就更新改变儿女 或使出走的儿女回家 或将儿女改变为 听话良善的子女 原本不做祷告的儿女 开始做祷告 就这样 神改变了儿女的信仰生活 然而如果儿女的内心 过于刚硬 无法改变 那么即使父母的信仰再虔诚 也无法靠他们的信心 使自己的儿女得到拯救 我已强盗过多次 人德就蒙应允蒙祝福受咒诅 这些都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 我心里并不饿 我的良心还没有到被热铁烙灌的程度 所以可以放心 大家千万不可因有这种思想而忽略这些道 当大家从自己身上发现罪或饿时 心里哀痛的程度有多深呢 你是否只在口头上哀痛并认罪 而实际上却没有诚然接触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来呢 希望能好好自信 父神啊 我亏欠您 今天我与某某人相处的时候 轻慢对方说了尖酸刻薄的话 我发现我心里有骄傲 还有藐视别人的心 求父宽恕我 赐我能力 使我能够改变自己 如果有这样的心 那么离信心的排斥还差很远 这些应当在出信者时期就离弃掉 本该在信心一阶段二阶段时就离弃掉 然而信仰生活已经五年十年的人 本该禁灵的人若还有这样的心 就证明他在信仰生活期间 多么疏于内心的割离 不要因为这样悔改了 并已经为了改变而自己 并为了改变自己而祷告 便感到心满意足 若是真正从内心里悔改 并恳切祷告 那么一定会有所改变 以后也不再出现重蹈覆者的境遇 倘若过了一年两年 甚至过了更长的岁月 也依然出现同样的恶 并且依然重复着悔改的祷告 那么这是多么愚拙 令人郁闷的事啊 这样的人信心不会长进 因为信仰被搁浅 渐渐失去恩典 圣灵的充满也渐渐消失 在不知不觉中 自意和矿矿变得更加牢固 骄傲在心里暗淫扎债 因淋漓沉睡 自己入了迷惑 也蒙在鼓里 轻易犯下重罪 我们若是不想使自己的信仰停滞不前 就应当更新自己的心意和内心 一天心思一天 不要反反复复地 发现又悔改 发现又悔改 而是发现了一次 彻底悔改 趁着打铁 连罪根也清除静静 为什么悔改又悔改呢 不用悔改多好啊 那就可以在父神面前坦然 没有可受责备的 无论求什么 父神都会应允 发现了一次彻底悔改 趁着打铁 连罪根也清除静静 且要切勿做一个 无瑕疵无电屋的主圣节 主圣节的心腹 从而发现小罪也不要忽略 都要迅速离气静静 愿我们圣徒们都能这样 更新自己一天心思一天 亲爱的各位圣徒 有的人虽没有犯罪 但问题却不能 却不蒙解决 应与延迟 论其原因 其中一些人是 官社到许愿的问题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讲到这儿 思考今天的话语 做同声祷告 通过影像接受主人牧师 为患者做的祷告 有疼痛的人 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或软弱之处接受祷告 没有疾病的人 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信 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做工在极限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教会 支圣殿以及全世界的 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 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焚烧 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结 全身神经 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 斥责仇敌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均软弱都褪去 光啊尽住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完整 焚烧净进 击退瘧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均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是胃癌肺癌 乳腺癌子宫癌 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腹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也得以 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就腹食 血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肩盘 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郁症 精神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 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 得以解决 苦哲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 求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 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物中毒 也得以解禁 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 众恶魔都退去 他的众识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 虚晃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声 黑暗退去吧 光啊 尽住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 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 成就圣家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从各种事故 灾阳中特蒙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烛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 所有神儿女们的 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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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